你也有最不拿手的說是做菜 我真的就是完全沒有天分 一點天分都沒有 就是我可以 比如說我今天新學來找 想說老公小孩好幾年 沒有吃到我煮的 你也是啊 沒有 但我很會煮麵類 你不是很會洗碗嗎 你剛剛前面講很會洗碗 那不是我煮菜 哪來的碗要洗啊 沒有 我們就會叫外送 但是外送我都會把它 放在我們自己的容器 不然那個會有化學的天佳屋 在餐廳 他剛剛講的就是洗一個碗 兩個碗 但是我會煮麵 像我老公他們喜歡麵食 我很會牛肉麵 雪菜肉麵 麵疙瘩 這些我很容易 還有煲湯 你是說牛肉是外面燉好的嗎 沒有 真的是我自己弄 然後煲湯就是全部丟進去 然後就是把它煮到暖 這樣很容易都會 但是如果炒菜 熱炒弄 我真的不行 像我會看食譜 然後忙活了一個下午 但是煮出來真的很難吃 有一次我就對我女兒發脾氣 就是我一邊煮 然後他就是寫完功課要吃飯了 然後我就說 你趕快吃趁那個菜熱 趕快吃一吃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只有 好像是 牛肉炒青菜跟一個番茄炒蛋 這兩道在他眼前 然後我就趕快配飯吃了 結果他就吃得好慢 然後一直皺眉頭 一直皺眉頭 然後我就翻過去 我就說你吃快一點喔 不要浪費喔 然後馬拉煮得很辛苦這樣子 結果他就一直這樣子愛吃不吃 然後我整個火都上來了 我就說 你這麼抱甜甜 你這麼不喜歡吃馬拉煮菜 馬拉煮以後就不煮了這樣子 我就太生氣 然後一邊生氣 媽媽很愛生氣 而且每次都跟孩子說 馬拉很辛苦 其實我很幼稚 然後我就坐下來 我就說 算了我自己吃 你不要吃 然後我就把那個番茄炒蛋拿過來 然後就一吃 我真的很想要跟他道歉 你知道嗎 好難吃喔 然後我就發現說 怎麼整盤那個番茄炒蛋酸成這樣子喔 然後我想說 食譜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我趕快把我的iPad拿出來 原來我忘了加糖 番茄炒蛋一定要加糖 不然它那個番茄酸味會蓋過整個菜 然後我就說 真的好難吃 不要吃了 對不起… 媽媽用外送好了 所以後來我就煮了一兩次 給我公婆還有我女兒吃之後 現在我一說 媽媽今天沒有工作 我們來就是點菜點菜 我等一下來去買菜煮 然後大家說真的不用 我們吃外面就可以了 太辛苦了 我們外送就好了 然後不然就是我準備起身要做菜 我說爸媽啊 有時候來我們家 要不要留下來吃飯 然後我婆婆就說 時間不早了 我們要回去 然後就自己忙忙拿包包 然後我就這樣子就知道 就很失落 因為我那天就你知道 興致大發想煮 所以我後來就是我老公跟我小孩 跟我公婆就一致認為 我們就是吃外面就好了 但我牛肉湯燉一鍋會吃三四天 他們就不願意吃 你可以對我們把它分裝冰起來 三四天再拿出來 退冰一包不會啊 可是那會變成會忘記 你可能兩年後 欸 兩年就是什麼 前年煮的 你那個太誇張了 前年的東坡肉 對 真的 就我這樣子 我了解 我真的了解 你久了你就會變出方法來 我前年的東坡肉 又有前年的 把它留著 有客人來的時候 前年的東坡肉 我們要去你家 你乾脆送去故宮好了 謝謝